观众朋友们下午好 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五 您现在收看的是今日华尔街 我是蒋洋洋在纽约为您播报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 土耳其危机撼动全球市场 美股周五收跌 那艘生死时速大豆船还在大连港 今天的华尔街焦点 我们将关注旗下弗莱德百货 现危机三包集团救得了吗 好的 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 首先我们来看看美股方面的消息 美股周五收跌 土耳其里拉惨烈崩盘 危机撼动全球市场拖累美股下滑 标普500指数收跌20.30点 跌幅为0.71% 报2833.28点 本周累跌0.3% 结束此前连涨五周的表现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跌196.09点 跌幅为0.77% 报25313.14点 本周累跌0.6% 此前也是连续上涨五周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跌52.67点 跌幅为0.67% 报7839.11点 本周则累涨0.3% 美油落得三年最长连跌周数 投资者关注俄罗斯增产的问题 WTI9月原油期货收涨0.82美元 涨幅为1.23% 报67.63美元每桶 连续第六周下跌 创三年最长连跌周数 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下跌7.6个基点 刷新7月20日以来盘中低点 至2.859% 30年美债收益率跌6.7个基点 也刷新7月20日以来的盘中低点 至3.018% BizGap数据显示 比特币跌破6000美元关口 跌幅超过8% 最近30分钟下挫超过300美元 欧洲股市方面 欧洲泛欧纪优300指数收跌1.15% 英国富士100指数收跌1% 德国DEX指数收跌2.1% 法国歇息指数收跌1.7% 土耳其里拉对美元汇率创历史新低 据Factset数据 土耳其里拉本周下跌了13.3% 使其今年至今跌幅达到了35% 接下来是华尔街电视团队为您制作的 华尔街电视新闻 我们一起来看详细内容 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华尔街电视新闻 我是蒋洋洋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 那艘生死时速大豆船还在大连港 中国商务部称 20日起对美欧和新加坡 鲁化丁基橡胶争反倾销税 中国污染问题催生全球净化器市场 继美国之后 英国也要对互联网零售商征税了 巴基斯坦拟向伊斯兰开发银行借款40亿美元 通用电器准备以15亿美元出售电力转换部门 美国收入差距加大 亚裔群体最悬殊 川普宣布将土耳其钢铝产品进口关税提高一倍 好的 首先我们来看一条消息 还记得那艘生死时速大豆船吗 那是一艘在这价值超过2000万美元大豆的 他在两个月前从美国驶向中国 用一个月穿越茫茫太平洋 最后关头生死时速也没有敢在7月6日12点01分 关税生效前抵达 现在又过了一个月 他还在海上毫无目的地转圈圈 而且为了避免更大经济损失的风险 他很可能还要继续飘下去 英国卫报于8日报道了这艘 飞马封号大豆船最新行踪 它已经在大海上飘荡了一个多月了 毫无目的 至于它最终的命运会如何 仍是一个未知数 卫报称 这艘船由摩根大通资产管理公司拥有 而船上大豆的拥有者 则是一家叫路易·德雷福斯的 总部位于美国纽约州阿姆斯特丹的农产品贸易公司 据悉 这家贸易公司每天要支付约1.25万美元 以继续租船 这艘船在中国沿海的黄海海域空转着 这表明到目前为止 这艘船的成本已经超过了40万美元 专家分析称 如果卖家在这个时候决定将其转运到其他国家出售 很可能会被要求给出巨大的折扣 而就算在中国卸货支付25%关税 成本将增加约600万美元 这两个选择的经济损失其实是差不多的 再加上转运他国还要付出巨大的运输成本 所以卖家可能才会选择 让这艘船继续在大海上转圈 大通商品领域的专家认为 从财务的角度来说 接下去的几个月 这些大豆可能不得不继续在海上漂流 因为现在做其他选择 可能是更加错误更有风险 我们再来看下一条消息 中国商务部称 20日起对美欧和新加坡 鲁化丁基橡胶征反倾销税 中国商务部周五宣布 原产于美国 欧盟和新加坡的 进口鲁化丁基橡胶存在倾销 决定自8月20日起 对上述产品征收反倾销税 具体税率为23.1%到75.5% 征收期限为5年 应国内鲁化丁基橡胶产业申请 中国商务部2017年8月30日 决定对原产于上述三国的进口 鲁化丁基橡胶进行反倾销利案调查 之后于2018年4月19日公布了该案 肯定性出裁裁定 目前正值中美贸易战持续升级之际 两国已分别宣布了两轮关税新政 至本月底第二轮关税生效之后 两国对对方加征关税所覆盖的 进口产品总价值将达到500亿美元 而上个月美国总统川普还宣称 建议对另外2000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 加征关税 好的 我们再来看下一条消息 金融时报称 中国污染问题催生全球净化器市场 北京的空气质量不尽人意 导致人们将希望寄托于空气净化装置上 可以说中国污染问题催生了全球净化器的市场 据英国金融时报8月10日报道 困扰北京的空气污染问题 引发了人们对空气质量的担忧 从而催生了一个全球的市场 也就是全球的净化器市场 自2011年以来 中国空气净化器市场蓬勃发展 根据总部位于广东的广发证券数据显示 当时中国一年的空气净化器销量为300万台 到2016年达到了435万台 广发证券预计到2021年 这个数字将达到985万台 公众对空气质量变得倍加关注 各类智能手机应用程序 小型家用空气监测器 甚至车内迷你净化器应运而生 此外随着中国污染防护市场的发展 本土公司正在通过提供更便宜的产品 进入一个原本由外国公司主导的市场 2018年在香港上市 融资47亿美元的中国智能手机制造商 小米就推出了几款空气净化器 价格也只有外国公司产品的十分之一左右 继美国之后英国 好的 我们再来看下一条消息 继美国之后英国也要对互联网零售商征税了 据英国天空新闻台报道 英国财长哈蒙德正在考虑给互联网零售商 增加一个特别税种或被称为亚马逊税 也就是参考美国总统川普 以亚马逊为批评对象 要在全美征收的互联网消费税 哈蒙德表示 英国人的购物习惯正在改变 英国已成为在线购物占零售 销售比例最大的发达经济体 对互联网零售商新设税种 能为传统零售商营造更公平的竞争环境 分析指出 这一表态是英国财长 对零售行业结构的最强力介入 以期挽救濒临倒闭的实体零售商 哈蒙德还称 征税的主要目标是在线零售平台企业 由于大型的互联网零售平台都是跨国公司 需要政府间重新谈判国际税项条款 如果一时无法达成国际合作 英国将自行颁布临时征税措施 以期零售业线上和线下再平衡 同时致力于推动达成新的国际征税协议 他表示 欧盟已经在讨论 基于互联网平台业务产生的价值征税 英国也考虑这么做 线下主流商业街 也需要参照消费习惯的改变而改革 例如说减少传统零售项目 引入更多的休闲 餐饮 酒吧和社区便民设施等 而非单纯由实体零售店铺组成 好的 我们再来看下一条消息 巴基斯坦拟向伊斯兰开发银行借款40亿美元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 巴基斯坦计划从沙特支持的伊斯兰开发银行 介入超过40亿美元 两名官员告诉英国金融时报 这家总部位于吉达的银行 已经同意在伊姆兰汉就任总理后 向巴基斯坦发出正式的邀约 伊斯兰保方面的一位高级顾问说 文书工作已经准备就绪 伊斯兰开发银行正在等待大选产生的新政府上台 然后再给予批准 这位知情人士补充道 这笔贷款不会弥补巴基斯坦 本财年预计至少有250亿美元的资金缺口 但仍将是一个重要的贡献 巴基斯坦前板球队长汉 预计将在未来几天接任总理 此前他所在的巴基斯坦正义运动党 在上月的选举中赢得了最多席位 尽管没有达到绝对多数 他的首要任务将是修复该国国际收支的问题 大量的进口与停滞的出口 使这个国家消耗了很大一部分外汇储备 好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组简讯 知情人士透露通用电器正在与银行家合作 可能出售其电力转换业务 通用电器旗下这家名为Convert Team的子公司 售价可能在15亿美元左右 低于通用电器在2011年为该业务支付的32亿美元 瑞士信贷正与通用电器就出售过程展开合作 通用电器的顾问将与卡特比勒 施奈德和爱波比集团接触 出售过程最快可能于下个月开始 美国知名调查机构皮尤研究中心 7月份一份报告显示 过去40多年来美国人收入差距不断增大 其中亚裔群体收入差距增幅最大 皮尤研究中心调查 1970年到2016年间美国家庭的年收入差距 结果显示2016年的收入差距 比1970年的收入差距增长了27% 1970年年收入最高的美国家庭是最低收入者的6.9倍 而这一数字在2016年增长到了8.7倍 按照不同族裔来分析 在过去近半个世纪中 美国亚裔群体收入猛增77% 远高于白种人24% 西班牙语义15%和非洲裔7% 美国总统川普8月10日在其社交媒体推特账户发文说 鉴于土耳其货币里拉对美元货币快速走低 他已经下令将土耳其钢铁和铝产品进口关税提高一倍 也就是分别征收50%和20%的关税 川普强调美国和土耳其当前关系并不好 川普是在土耳其政府代表团到访华盛顿 与美方磋商近年来趋于紧张的美土关系之际 做出上述表态的 好的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华尔街电视新闻 感谢您收看华尔街电视 今天的华尔街焦点 我们将关注旗下弗莱德百货现危机 三宝集团救得了吗 我们一起来看详细内容 大家好 欢迎收看华尔街焦点 有人形容袁亚飞是一位誓烟如命 头脑精明的商业谈判高手 最初是在一个卫生间旁卖计算机 做出点成绩之后 他在1993年创立三宝集团 热衷于收购世界各地的各种事业 2014年英国百年老店弗莱德百货正处于艰难时期 三宝集团出手收购了将近九成的股权 解决当时弗莱德百货的燃眉之急 一万多名员工也暂时保住了饭碗 不过弗莱德百货的危机并未就此结束 最近大老板可能又要换人了 这几天英国著名的体育用品零售商 体育直营宣布出价九千万英镑 希望收购再次陷入破产边缘的弗莱德百货 事实上袁亚非先前买下弗莱德百货的时候 是怀着一个梦想 他希望把这家拥有169年历史的连锁百货品牌 扩大成为全球性的商业实体 但现在只能让债权人来决定弗莱德百货的下一步了 虽然传统百货行业已经走向黄昏 不过也有人质疑袁亚非的野心是不是太大了 他曾经表示在电商的冲击下 能做的就是把线下的实体零售做得更好 袁亚非甚至逆势强调 大家都说在线会把线下杀死 但他相信线下永远都不会消失 的确四年前袁亚非之所以看重弗莱德百货 主要考虑就是想扩张自己当时的零售业务 既然弗莱德百货的品牌历史悠久 这样根深蒂固的英伦背景 以及在伦敦高级百货业中的名声 对他而言都是加分项 他计划在全中国开设50家东方弗莱德 然后再到俄罗斯展店 可惜的是袁亚非最后只开成了两家东方弗莱德百货 另外弗莱德百货在英国的财政危机依然没有解除 近日除了弗莱德百货岌岌可危 三胞集团之前收购的美国创新连锁品牌 博克思通也算是一场失败 不久前才宣布申请破产 并且关闭旗下一百多家商店 听完这些投资失败的案例之后 很难不让人联想到三胞集团的财务状况 遇上旗下品牌事业接二连三破产之后 三胞集团自己的情况又是如何呢 据报道7月23号 三胞集团已经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出申请 部分债券即将停牌 这引发外界对公司业务还能否正常运作的忧心 与此同时又有不利消息指出 这家公司真正面临的问题恐怕像一座冰山 不只像表面上看到的而已 在中国热衷大量收购外国企业的公司比比皆是 不过结果会大发历史还是倒贴身家都很难说 谁都不希望成为下一个海航或者是安邦保险 实际上现在的袁亚飞依然是身价破亿的超级富豪 同样享受着当一个多次获奖的慈善人物 赢得外界赞赏 福布斯估计他的净资产价值 大约有10亿美元 回到弗莱德百货的债务危机 如果三胞集团决定再次出手相救 可能就要把南京新街口百货所持有51%的 弗莱德百货股权全部卖出 不然就是让给其他几个潜在买家 只要三胞集团能与其中一家成功达成协议 弗莱德百货就能再次度过难关 以上是蒋洋洋为您带来的华尔街焦点 感谢收看 接下来是科技趋势栏目 川普的太空军撕裂空军 Uber两美元就送外卖了 推特放行敏感言行 我们一起来看详细内容 各个人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8月10号星期五的科技趋势 我是维仁 在纽约为您带来最新的科技重要新闻 今天的主要内容有 Uber Eats两美元就外送 加油玩体Tinder营收有望双倍成长 川普的太空军被批撕裂空军吗 马上带大家来关注川普的太空军 川普总统一直挂在嘴上的太空军 真的要成真了吗 8月9号也就是昨天 美国总统副总统Mike Pence 他代表川普在五爪大厦宣布 白宫已经决定提出宇宙建军计划 自2020预算年起 太空军Space Force 将与空军海军陆军陆战队 海岸警卫队并列为美国军下的第六军种 却遭到不少国会议员发言反对 Mike Pence他说 就像在地球一样 美国在太空所追求的也是和平 但是历史证明和平只能从力量而生 而在外太空 美国太空军也将成为未来我们依赖的重要力量 他说 过去的美国政府都忽略了太空安全的威胁 因此当对手已将宇宙转换成战场的时刻 美国绝对不会向挑战缩退 参议员Bernie Sanders在推特上说 在开始花数十亿美元备战外太空之前 也许大家应该要考虑的是政府应该先提供健保 川普挑战2020年连任的竞选团队 今天就是8月10号发出了募款电子邮件 请支持者在六个候选标志当中选出心中最喜欢的太空军标志 之后用来做川普的竞选商品 五角大厦今天公布的报告当中包括了建立太空军的几个过渡程序 今年底将成立一个命名为美国太空司令部的联合作战司令部 为了肯定空军目前的角色 五角大厦的报告建议 太空司令部的指挥官一开始应该由空军太空司令部的司令兼任 前太空人美国海军退役上校Mark Kelly今天表示 虽然副总统对于外太空威胁的说法没错 但军方早就已经在处理因应 Kelly也向MSNBC表示 的确存在威胁 但是今日一直都在美国空军的管理当中 这个非常官僚的作风在美国国防部里面 在建立另外一个官僚系统实在是很没有道理 之前财贝脸书和YouTube禁止的Alex Jones 目前在Twitter上还是十分的活跃 矽谷他对于Alex Jones到底要怎么处置 显然是还没有达成共识 7号晚间 Twitter他们的首席执行长Jack Dorsey发推文表示 其他平台不会追寻其他的社交网络 禁止Alex Jones的部分或是全部争议性内容的做法 Dorsey他给的理由是 Jones他没有违反Twitter禁止统含性的政策 而Twitter他也不仅仅是冒犯到许多人的推文 Dorsey他写道 Twitter不应该屈服于外部压力 或者是对这种压力做出反应 他补充说 该公司不采取任何一个政治立场 Alex Jones他长期以来 一直是一名阴谋论和极右派的分子 他的网站Infowars.com 一直在宣扬一些毫无根据的理论 其中包括2012年 Sandy Hooks Elementary School的大屠杀事件 是一场骗局等等 指责民主党人在全球营运一个儿童性犯罪集团 苹果总部在地的Cruppuccino准备要新建高铁 但是这个高铁并非普通的高铁 而是时速达700英里的超高速管列车 Hyperloose Cruppuccino的市长Darcy Paul他说 现在谈判还在早期阶段 要看看有没有其他的选择 但他本人认为 希望看到Cruppuccino采用最先进的技术 Darcy Paul他先前参与了 这个Hyperloop的列车谈判会 并且建了Hyperloop Transportation Technology 公司的高层人员 会上 Darcy Paul表示 计划可能会与苹果一起进行合作 并且也可能会要求苹果一起协助这个计划 他说 我相信像苹果这样子的矽谷科技公司 将支柱总部地区建造先进的交通设施 另外 很多私人公司可能愿意投资建造超级的高铁 当作宣传自己的契机 不过到目前为止 苹果他还没有公开表示对计划有兴趣 而Darcy Paul他对矽谷商业日报表示 市政委员会可能于11月提出一项税收提案 以资助新的交通计划 如果提案得到批准 Cupertino的税单将从1.7万美元猛增至940万美元 UberEats外送服务将调整了 很多人他们已经开始使用UberEats来订外卖 但是你知道他现在最低可能两块钱就愿意送了吗 目前在美国已经开始执行距离的计价模式 如果餐厅比较远就会收取较高的外送费用 美国UberEats的外送费用大约目前是5块美元 但是是以距离来判断在2到8不等 如果这个新的距离计价方式顺利的话 其他的国家也不排除会继续跟进 对于那些不穿袜子的怪人或者是脚臭的人 你们的福音来了 因为Panasonic松下今天宣布他将推出一款鞋子除臭剂 它被称为MSMD-100 从你的鞋子里面吸除臭味 要使用这个产品的话呢 你只需要在它的底部的触点放入鞋子 就像在运动鞋上放一个小方帽 然后MS-100 MS-D-100将膏垫和离子喷射到鞋中 穿透材料并且溶解颗粒以消除任何的气味 有两种不同的模式 它们有正常的模式和长模式 分别运行5个小时到7个小时 根据Panasonic松下的说法 长时间的模式是用于在于有特别味道的用户 这种球状的气味吸盘 并不是松下第一次出厨艺味的这个产品 去年夏天 该公司也推出了一款除臭衣架 它工作方式跟这款新的用品几乎是一样 但适用于衣服 这个奇怪的设备将于9月20号在日本上市 而松下每个月只生产1000个 这类型的鞋子除臭设备 加油玩体尤其受到千禧世代Z世代的喜爱 根据Match集团公布的最新财报 2.4亿美元的营收超过了分析师的预期 主力战场将来自Tinder的营收增加 而Tinder的营收也是很大程度是来自付费会员 显然年轻世代在交友这件事情上面非常舍得花钱 Match集团的财务长Gary Swardler说 许多人或许对Match Group很陌生 但他旗下是拥有了Match.com OKCupid Plenty of Fish Hinge Tinder这些知名的交友软体 这公司已经在2015年申请上市 Tinder的优势除了界面简单 容易操作 以及配对精准度高之外 特过细致的配对设定 还能够同时满足男同志 女同志 双性恋的需求 近年来也有许多的同志以Tinder作为主要的交友工具 可以想见除了必须面对Coffee Miss Bagel Bumble等竞争对手 就连像是Grinder Hornet 这些同志交友软体 也必须小心Tinder的壮大 你是Tinder的用户吗 不用害羞 看到Match集团的财报这么正面 就知道这些交友网站 大家都在玩 也会是未来的趋势 以上就是今天的科技趋势 感谢您的收看 请到华尔街电视网站 wwwwallstreetv.com 浏览更多内容 我是维仁 我们下周再见 接下来是白话区块链栏目 我们一起来看详细内容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8月3号的白话区块链 我是维仁 不了解区块链也一定有听过区块链 在这个节目中 我们将带各位观众一起了解 区块链这个无论是在财经 科技甚至是在每天生活中 与你习习相关的科技 我们将请到领域中的专家 针对最新时事 未来趋势 底层科技 以及市场走向 一起进行讨论 首先大家最关心 也最熟悉的 应该就是区块链领域中的 加密货币市场了 一起来关心一周市场行情 上周全球市值最大的加密货币 比特币 自五月末以来首次突破8400美元 周内涨幅接近10% iOS token在上周出涨跌幅 加近60% 随即跌落 其他主流加密货币 多半未有如此明显的上涨幅度 在过去一周时间里面 最受投资者关注的 莫过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对比特币ETF上市的审批 由芝加哥旗券交易所 CBOE提交的 Venac公司的比特币ETF 仍在等待结果 而双子星创始人 Winkle Brothers 他们提交的比特币ETF申请 则是遭到拒绝 由于Venac对这项申请的 期待十分的大 所以WinterVolce被拒绝的消息 其实对市场没有造成太大的影响 在接下来这一周 比特币是否可维持目前水平 并将突破延伸至200日移动均线 即8494美元 是关键 上周的行情回顾 也是比特币回到6月以来的最高点 根据CoinMarketCap的数据 上周加密货币市场 总市值增加了约110亿美元 目前总市值为2966亿美元 这一波由比特币领涨 比特币的市场占有率 近一个月以来呈现上升趋势 目前比特币市值占加密货币市场总值的 47.5% 而上周的明星币种是 IOS Token 在CoinMarket的市场排行第57名的IOS Token 上周的表现令大家十分惊艳 无疑是主流币种中的明星 IOS Token的美金涨幅曾在上周三盘中 一度飙涨52% 不过昙花一现 来到高点又迅速掉头 在连续领跑了四天之后 黯然退居主流币种中的中上游水准 下周也有很多大事件 我们在节目最后会告诉您 来关心加密货币市场的重点新闻 美国财政部呼吁 美国财政部呼吁 适当监管局区块链领域 根据CoinTelegraph消息表示 美国财政部在近日发布的文件中呼吁 包括对区块链 以及数字货币交易在内的金融科技领域 采取更灵活有力的监管方法 文件表示 尽管领域存在损害投资者利益的风险 但有利于推动技术创新 并提高金融体系的效率和包容性 美国财政部进一步披露 美国金融服务业目前正开发一系列 DLT应用程序 而韩国国会也指出 有必要对征收虚拟货币等地方税进行审查 据韩联社表示 韩国国会表示 有必要对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出现的 无人机、人工智能、AI、机器人、虚拟货币等征收地方税进行审查 此外加密货币挖矿设备可以被定为新的征税对象 此前有报导指出 韩国政府已经考虑针对虚拟货币征收企业税赠与税 在此同时 韩国政府也在酝酿一项针对加密货币和区块链的立法 接下来 雀巢也是在区块链当中发出了一点声响 雀巢利用区块链追踪技术 追踪婴儿食品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雀巢公司将一些家宝品牌的婴儿食品放在食品跟踪的区块链上 以测试该技术是否可以追踪进入可挤压包装的 加饱婴儿果泥中的蔬菜和水果 雀巢的这个努力是更广泛的食品行业中的一部分 它的主要目的是希望能够透过使用区块链的技术 追踪全球成分供应链来减少食品的召回 雀巢供应链的全球负责人表示 受污染的婴儿食品消息特别敏感 触发大家敏感的神经 食品召回过多可能会降低消费者的信心 并导致食品公司销额下降 国内食品安全也一直是公众非常注意的焦点之一 也是监管部门的工作重点 它的难度就在于取证难度 执法成本和如何取信于名 而这正是区块链技术的优势所在 一份报告指出 BTC网络容量激进活动的分额几乎是XRP 和BCH的两倍 咨询公司Satis Group最新报告显示 比特币总网络容量的经济活动分额 几乎是瑞波币和比特币现金BCH的两倍 交易增长速度超过了经济活动 导致投资的投机份子增加了许多 除了比特币BTC和以太坊ETH以外 大多数网络由于需求量低 都没有使用到其最大的吞吐量 以上是这次的这一节的一周货币的报告 接下来是今天的区块链百科栏目 今天的主题也就是这个节目的主筹 是区块链 区块链是一个用于记录用户之间的 分类账本共享资料库 拥有记录网季间所有交易资讯的功能 透过网络连结数千台电脑 将数据资料分散式的存在网络上 所有完整的节点上 遵循共同认可的机制 不需透过中间权威仲裁 而是直接以点对点 peer to peer的方式传递 储存讯息 区块链有几个最重要的特色 首先就是它的核心宗旨 去中心化 为了强调区块链的共享性 让使用者可以不依赖额外的管理机构 和硬体设施 让它不需要中型机制 因此每一个区块链上的资料 都分别储存在不同的云端上 核算和储存都是分散式的 每个节点都需要自我验证 传递和管理 这个去中心化是区块链最突出 也是最核心的本质特色 在去中心化的前提之上 每个运算节点的运作方式 就会透过谁先得到工作量证明机制 Proof of Work POW来进行 也就是谁先花费最少时间 透过各自的运算资源来算出答案 并得到认可 它就成立 如此以来就可以实现多方共同维护 让交易可以被验证 与去中心化类似的概念 是区块链的开放性和独立性 区块链技术的基础是开源的 除了其中交易的讯息会另外被加密之外 其中所有的运算数据都是对所有人开放 任何人都可以透过公开界面去查询区块链中的数据 系统信息非常透明 而独立性指的是整个区块链的系统不需要依靠第三方 因此便不会受到任何外力干预 同时也就衍生出了区块链的相对安全性和匿名性 因为区块链的数据是分散式的演算 因此也没有人可以随意修改网路上的数据 去除了为人操纵的可能 也就让区块链本身相对安全 因为区块链上的讯息不需要公开验证 彼此之间的讯息传递都可以匿名进行 区块链的另一大特色就是其不可篡改性 区块链中的每一笔资料一旦写入就不可以再改动 只要资料被验证就永久的写入该区块中 其中的技术是透过hash cache演算法 透过1对1的函数来确保资料不会轻易被篡改 这种函数很容易可以被验证但却非常难以破解 无法轻易回推出原本的数值 资料也就不能被篡改 每个区块得出的值也会被放进下一个区块中 让区块链之间的资料也都被正常正确的保障 区块链是比特币的底层技术 为了让比特币的交易变得更有效 必须在区块链上的一个新的区块进行注册 一旦注册后 任何在区块链上的交易将无法修改或删除 具有难以篡改的特性 基于这样的特性 许多行业如银行、金融业以及物流业 正试图引入区块链技术 好的 接下来我们看一条本台最新收到的消息 据悉 特斯拉正在为私有化计划寻找广泛的投资者 以避免将所有权集中在少数几个大股东手中 特斯拉正在就可能达成的交易的可能性 及机构与银行进行初步讨论 知情人士称 特斯拉正在游说包括大型资产管理公司在内的投资者 特斯拉的考量还处在初级阶段 尚未正式聘请一家银行来处理这一过程 也尚未就如何进行 做出最终的决定 好的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再见 再见